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等一下 那个美女啊 超重了 你是新来的吧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要一下也是你先下呀 不管你是哪位 都得分个先来后到吧 你们行 我记住你了 杨子是吧 你不是很行吗 来这个新的冤项目 我这周必须拿下 主管这都周四了呀 我管你 我的部门执照经营 你做不好就别呆了 杨子只是个实习生 怎么可能完成这么难的项目 放心吧 我有秘密武器 杨子是吧 这么难的客户都被你搞定了 刘主管 比你强多了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王子的联系方式 我找到那么多关系都要不到 因为我有秘密武器啊 刘主管 有时候也要变通的 不要那么死脑筋 好了老板 这一次算你走运 下次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老板发火了 我们销售部门全部败给了王总 现在到手的合同签不下来 还有谁能喝 谁敢和王总喝啊 一个东北人扛箱子喝的 杨子 你负责的项目不得负责到底啊 可是我不会喝酒啊 我们部门不需要你这种推卸责任的人 喝不下你就滚吧 我去 我去行了吧 王总 您看我们这个合作 我说陈老板 你们公司喝酒真的就这个水平 这个合同我很难签了 王总 我陪您喝 陈老板 你叫个妹子来是怎么回事啊 王总 这酒桌上可不分男女 再说了光喝啤的有什么意思啊 咱们整点羊的 行 有意思 陈老板 杀 你们这小员工拿的酒好啊 实在是太过瘾了 你们公司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王总 您给我讲了 你满意就好 杨子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这酒多少钱买的 我给你报销 双倍 报销就不用了 这酒挺贵的 这个大项目五百万都拿下了 还差你这瓶酒了 这是阿玛菲至尊柠檬利口酒 一瓶三个月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老板 这个月工资每个人多加一百块 太好了 然后啊 辛苦大家今晚加个班 刚接了一个重要项目 这都发的工资 还不是我们自己加班赚来的 就是 我这知道老板不会这么搭 我知道大家最近辛苦 这样今晚大家下班班 我请大家吃饭 附近刚开了一个自助海鲜餐厅 老板我就不去了 刚刚我家里来电话 叫我回去吃饭 我爸刚买了八只庞就回来 那行 那你回去好好陪陪家人 父母也不容易 你看样子那个土包子 八只庞现在找进买款的回去吃 估计人三牙缝子不够 大家每次去餐套都不在 独特的不行 真是笑死人了 就八只 以为是地王蟹吗 按支算 老板 这是我妈做的蟹肉 我爸说您对我挺照顾的 叫我给您带来尝尝 行 我这就吃 老板 你这游戏怎么不玩还能动呢 这是在挂机呀 平时打开点点收菜就行 而且就算离线也持续有收益 娱乐工作两步 这么轻松啊 老板这游戏叫什么名 上古王冠啊 现在游戏全新版本狂欢节 点击左下方下载游戏 输入礼包码随心召唤 送无限时连 开局抽到爽 拿到最想要的三系核心再开局 我这还有两个礼包码 VIP888 VIP999 你待会儿输入还能领取更多福利 这么多福利啊 那我也下载一个玩儿吧 哎样子 这蟹肉个头还挺大 吃起来很新鲜啊 那当然了 这是我最爱吃的螃蟹呢 你这是在哪儿买的 回头我也买一些 带回家吃 老板 这可能超出您的预算了 而且这也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这是我爸在拍卖会拍的 什么螃蟹 还要拍 五灰心松叶蟹 记得关注我哟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哎小王 你听说了吗 咱们老板快破产了 我也听说了 老板平时对我们也挺好的 我们要不要帮帮他呀 我现在就叫我女朋友 把家里的银行卡拿过来 跟大家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 公司最近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 现在租金都交不起了 我也累了 我打算把公司解散了 老板 不是你告诉我们的 遇到困难 不要轻易放弃吗 再说了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你背后还有我们呢 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扛 毕竟我们一起公事这么多年了 老板 遇到困难 我们不能不管 正好我家里有两瓶酒 没人喝 明天我带过来 老板 这一定能帮你解决烦恼 就知道指望不上你 没关系老板 还有我呢 我这些人存了一些机器 我女朋友马上就给我送过来了 亲爱的给你 辛苦了老婆 老板 我这里钱应该顾你交租金的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度过难关的 谢谢小王 我这卡里也有些钱 你先拿去给你老板应一击吧 小王 你这女朋友真好 在哪认识的 我俩爱聊同时认识的 本来我也是做错玩玩的 没想到对男性很重要 上线级优先体位 附近单身美女 要是不喜欢 还可以自己用夫妻相关的 匹配有言心动女生 女生都挺乐情的 都主动跟你聊天 但是我哥下了 没有说优先匹配啊 那他肯定是从商店下的 去商店要慢一步的 你得从左下角下才行 哦 原来是这样 真不错 小王 你可得好好对你女朋友啊 这可是患难见真情啊 不像某些人 还让我借酒消愁 老板 我那酒可不是让你喝的 你可拉倒吧 那酒除了能喝还能干啥 你可以拿去卖的呀 我那个酒是艾雷岛威士忌限量版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老板刚刚把你的冰淇淋吃了 让我跟你说一声 他怎么什么都敢吃啊 哎 老板呢 又去哪 老板 你在这儿呢呀 你进办公室 不知道先敲门吗 你当是你家呀 说进就进 老板 不是你说的吗 要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 那我进自己家 还敲什么门啊 杨子 咱们以后少说话好不好 每次跟你说话 我都惹一肚子气 那你这气性也太大了 还我气性大 你咋不说你说话有多气人呢 你到底有没有事 老板 你不是废话吗 我没事 我进来找你干什么呀 哎 你 哎 老板 你有买新手机了呀 是啊 我那个用两年的有点卡 所以我花了1200块钱 买了一个新的华为Mate 30 Pro 这手机要4200呢 你才花1200 买个山寨机吧 真的 我在转转花2000块钱买的二手机 比新机还便宜2200多 然后我再把换下来的旧手机 放在转转上回收 卖了800 2000减800 这不相当于1200吗 你就换新啊 确实划算 看起来跟新机一模一样 是啊 内存大 玩游戏特别流畅 性价比特别高 可以啊 是吧 还有一年的免费保修 我强烈推荐你在上面买 我现在就买一个 那你赶紧说找我啥事 说完赶紧走 哦 你不是把我的冰激凌吃了吗 我来仗你要钱 我还以为啥事呢 能 给你这100块钱 不用找了 赶紧出去 别在这气我了 老板 你这点钱打发要饭的呢 我那可是草莓阿诺 啥草莓阿诺 也不就是个冰激凌吗 老板 你去查查吧 什么是草莓阿诺 你赔都赔不起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富富 怎么办 样子 你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呢 老板 我早上出门 我看外面下雨 我就拿了我爸车里的雨伞 结果我一不小心 把雨伞弄丢了 我怕我爸回家说我 晚上我都不敢回家了 这新来的可真是矫情 那么大的人呢 把一把伞弄丢了 还在那里哭 就是 多影响大家心情啊 行了 娘子 你别哭了 不就是把雨伞 再买一把不就行了吗 可是老板 我买不起 回家我爸一定会骂我的 娘子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就算再困难也不至于 连把伞都买不起吧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说风凉话了 娘子刚出来实习 没有钱不很正常吗 娘子 给你 这把雨伞拿去用吧 可是外面现在下雨呢 你把雨伞给了我 等一下 你怎么回家呀 没事 我女朋友一会过来接我 哎 小陈 你前两天不还因为家里面催你找对象 那那发愁呢吗 怎么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在哪找的 在我朋友推荐的爱聊上找到的 我当时也只是试着注射玩玩 所以想到上线就给我推了一堆同城美女 主动跟我搭上 我聊都聊不过来 就用了他家的夫妻向在线匹配功能 匹配到了我现在的女朋友 跟他聊了七天就出来见面劝了关系 特别适合当生的兄弟 那挺好 我回去推荐给我家亲戚 行了 杨子 这回你不用担心回家你爸说你了 可是老板 这个雨伞跟我家都不一样啊 不是杨子 你那脑袋怎么那么宁啊 这雨伞不都一样吗 真是服了你 那能一样吗 我那个是劳斯莱斯的雨伞 喂爸刚给你打三万块钱你收到了吗 我挺好的 同事们对我也都挺好的 妈的病你别担心 有我呢 杨姐我们一起吃吧 我点多了 谢谢杨子姐 你看三斤 自己舍不到花钱吃好的 天天啃馒头反过来蹭别人吃的 就是你看他那抠样 我最讨厌抠的人 三斤 你别在意他们说的 杨子姐 我真羡慕你 你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有文化 上次天文 下至地理的 大家都很喜欢你 不像我 家里全没有读过什么书 我原来懂的也不多 这不是最近在玩这个花一山新之乐吗 在里面可以修读礼法 天文 智效 还可以健保 很多课程体验 诗歌宴吉 很多雅致的国风树院生活 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游戏 这么好呀 那我也给你敲打一个 去游戏里面修读一下 你看他 老板在的时候 假扮工作 从鲁乐 天天下班 老板一不在 就在那里玩游戏 就是啊 天天啃个破馒头 在这装可 这游戏还不错啊 这场景 吃穿用度 惊险 还在生活风采 啊 还有无类的声音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不是吃饱的 撑着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了解三斤吗 你们就这样天天说他 三斤天天天吃饭 都怎么了 碍着你们事了吗 花你们钱了 还是吃你们饭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 就不要随意的去评判 我就说他 你们把我整整 我能把你整整 狗咬我一口 我还能去咬狗吗 你别指我 小心我给你盾了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网炸 你们还逗上地主了 看把你们闲的 老板 这不是五十点吗 娘子 今天李总生日 你去挑一个礼物 给李总送过去 我这两天太忙了 脱不开身 好的老板 挑一个实用一点的 经常能用到的东西 这样李总一看到东西 最能想到的公司 好的老板 老板 你叫杨子这个图老猫 是学礼物 不怕他搞砸了呀 对呀 你看杨子 平时穿着用的 都是一些破纳纳的东西 图了吊砖 礼物不再贵重 重要的是心意 我看杨子平时做事挺用心的 我相信你杨子 快去吧 好 杨子 我不是让你去给李总送礼物吗 你怎么还在这逗地主啊 我送完了呀 这么快呀 不错呀 你的办事效率可以呀 哎 你怎么又在玩斗地主啊 我喜欢的主播上线了 我在狙击他呢 狙击主播 对呀 左下角这款图油斗地主 可以挑战主播 个个都是大神 赢了金币直接翻倍 最近现实开放 赖子七星牌 每把赖子都不同 轻轻松松赢百亿金币 这么好啊 我也下一个 老板 你记得点击左下角下载 上线能领288金币礼包 288 那我赶紧抢一 对了 你给李总送了什么礼物啊 口罩 你不是说要送他一个 能经常用得上的东西吗 我想着他天天出门 都要戴口罩 所以就送了他一个口罩啊 人家生日 你就送人家一个口罩 样子 你送口罩是怎么想的 现在李总估计被你气死了 李总很高兴 他非常喜欢我送的口罩 还可以要收藏起来呢 什么口罩还可以收藏吗 EVL钻石口罩 EVL钻石口罩